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你在百忙剧中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用芹菜鸡蛋给大家分享一道剪纸餐 连吃三天,大裤子换小裤子 燃烧脂肪,瓜油去纸,效果特别的给力 不用节食不用运动,真的是太给力了 准备适量的芹菜,先把芹菜摘一摘 酷油发行的不要,只要心愿的芹菜 吃芹菜是否可以减肥,答案是可以的 机体当天的总收入量,总消耗量有关 如果当天的所运用的食物,小而生育的基础代谢 微重方面消耗量,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 总而言之,如果机体总收入量大于一天或者消耗的量 一般是不可以减肥的 芹菜本来就是一种低量的食物 吃芹菜有助于减脂瘦肾 芹菜富含特别丰富的膳食纤维 吃芹菜有助于肠道的蠕动 能够促进机体消化,吸引代谢 有助于减肥大 芹菜中的膳食纤维比较多 有利于延长食物停留在肠位中的时间 吃芹菜容易增加饱腹感 进而能够消除一些高量的食物 还能够消除高溶溶的食物 中医上讲 芹菜干凉 健脾 有利于清热解毒 缓解上火 对润肠有很好的帮助 还可以利水消肿 对于阴水肿等原因 引起的短暂肥胖者来说 吃芹菜有利于减脂 又能够减脂瘦身 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补充营养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 我们今天只用芹菜的根筋就可以了 先让掰一掰 掰成小包 芹菜叶子 我们可以煮汤喝 我们改刀 把芹菜切成碎 切得越碎小越好 更能激发出香味了 胡萝卜是有减肥的效果 这样的食用胡萝卜 可以增加饱腹感 低脂肪低脏的食物达 胡萝卜的营养物丰富 含有串食纤维 可以增加肠胃的蠕冻 增加饱腹感 从而能够起到减肥的目的 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 能够抑制人体摄入油量食物欲望 减少脂肪的摄入 有利于减脂 并且适量的食用一些胡萝卜 可以补充维生素的 以免维生素缺失 维持人体的正常精力的技能 但是需要注意了 像是肠道不适的 出现腹脏的 腹泻的就不要吃胡萝卜 过满的人群也不要吃胡萝卜的 我们通过吃胡萝卜 能够害好的减重体重 胡萝卜可以生吃可以煮菜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就可以 或者白天呢 饿得比较厉害 吃一根胡萝卜还是不错的 像吃水果一样好吃 吃水多可以补充维生素 胡萝卜切成小丁 洋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 很多地方叫做原葱 营养丰富的好食材 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价格比较便宜 老百姓都可以天天吃 养葱中含有很多的前炼素 它能够降低外周血管的阻力 可以有效的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能够起到降低血液的作用 洋葱是很好的家常菜 微微的辣 微微的甜 营养高 食用方法也是比较多的 很多朋友们都不知道 洋葱是可以减肥的 如果我们吃洋葱的话 能够消耗体力的自有机 从而就会增加一个很强的 心情代谢的能力 达到减脂的效果 并且吃洋葱能够 预防衰老 预防骨质松松 洋葱也比较适合老年人吃 先吃洋葱不但可以减肥 还能够起到特别好的保健作用 洋葱的功效是比较多的 它还能够消脂排毒 减肥效果更好 除了这些之外 还能够降血压 能够有效的降低血糖 因为洋葱中还有一种 降糖药物相似有机所受的这种食物 可以降血压的 也是一种辅助的作用 但是减肥效果是比较棒的 吃洋葱 能够特别好的减脂瘦身 消除水肿 营养丰富 取出非常好的食材 再把洋葱 切成细丝 切成小丁就可以了 再准备两颗鸡蛋 鸡蛋为了营养酷 营养比较全面的 看含量比较充足 鸡蛋很多朋友们都会疑惑 到底能不能减脂 其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鸡蛋含钙量很高 并且脂肪含量比较低 鸡蛋富含的优质蛋白质 是人体必要的氨基酸 维生素 微量元素 甲 钙 钠 鸣 酶 等等 这些营养可以帮助燃烧脂肪 促进新陈代谢 而鸡蛋富含DHA和卵磷脂 卵磷脂素 可谓脂肪胆固醇 即化为小刻点 从血管排除后为肌体锁力拥打 一个鸡蛋只有80卡的热量 所以并不会超标 再准备燕麦 说起燕麦 很多朋友不陌生吧 提到减肥 燕麦是首选 是燕麦可以补充出品的营养 而且燕麦可以减肥 燕麦中的营养成分是比较丰富的 还有多种粗纤维 可以增加饱腹感 加上其他食物的摄入量 对于减肥的人士 可以通过吃燕麦方式帮助减肥 再把鸡蛋加进来 加入玉米面 玉米面的脂肪含量很低的 来一勺盐 13香 加入油 搅拌搅拌 搅拌均匀 食材混合到一起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这做视频不容易 请您和他的小手帮我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说前面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电铃铛提前预热 加入油 油热之后下入馅 用筷子 摊平整摊均匀 薄一些 熟得更快 我们直接开始烤就可以了 大约三四分钟 时间到了 已经焖煮好了 焖烙好就可以关火了 不需要翻面 因为我看是双面烙面模式 芹菜饼做好了 看一下里面 层次感十足的 加上蔬菜比较多 还有鸡蛋 营养又丰富 口感也很好 这样做好的芹菜小饼 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低油低卡 低热量 饱腹感很强 吃上一小块就可以了 晚上我们最好少吃一些主食 把这个当做主食吃 既能够润肠通便 还可以减脂瘦身 如果你再为减脂瘦身而烦恼 试这个蔬菜小饼 特别的给力的 坚持吃几天 你会发现了 自己有可能的变化 瘦了好几斤 腿细了 大动难不见了 腰也细了 真是特别的给力的 比吃任何的减肥药 做运动还要好 如果朋友们需要的话 喜欢的话 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真的是又好吃 又营养又美味的食物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同的精彩视频 让大家更新的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